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大陸保險業巨頭安邦集團 終於要從歷史舞台中退下來 9月14日晚上 安邦集團宣布 將會按照大陸法律法規 向中國銀保監會申請解散 在取得相關行政許可之後 便會及時組織清算 這家總資產值一度逼近2萬億人民幣的 曾經世界五百強企業 為何會走到今時今日這個情況呢?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在2014年 這家安邦集團開展了一系列的海外收購行動 包括買了希爾頓集團旗下 位於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 比利時的百年保險企業 韓國的東洋人壽和安聯保險 以及加拿大的養老連鎖機構等等的海外資產 除此之外 這家安邦集團 亦擁有多隻大陸企業的股票 總市值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 在一連串收購活動背後 安邦亦安排了頻繁地發行新股 大陸稱之為增資 所以不難去理解 為何這家安邦企業總資產值會這麼高 但到了2018年 當時有一個轉捏點 這個集團的老闆吳小輝 因為涉嫌經濟犯罪 被依法提起公訴 中國保監會決定 對這家安邦集團實施接管 去到2019年7月 有一間叫大家保險集團的公司成立了 這家公司 就是接管了大部分安邦集團的業務 來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安邦集團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申請解散和清算 實情這種資產安排 從西方國家的角度來看 難免會有點而匪夷所思 因為這家安邦集團 既不是資不抵債 又不是財政困難 但是可以用這樣的手段和方法 來安排另一家集團接管 你說在西方國家來說 有沒有類似的例子 我就真是孤陋寡民 當然可能有些人都會質疑 說這個集團的例子 可能只是孤例 又或者是一個特殊例子 不能夠以偏概全 我們不如又看看另一件事例 在山西省平遙縣的古城 有超過兩百間的古宅 最近充公了收歸國有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平遙縣政府 簽發了一份命令 這份文章叫做 《關於撤銷落實私房產權通知書的決定》 裏頭列明了 說社會主義改造私房 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要將他們的私有產房收歸國有 並且要勒令他們在半個月之內搬走 另外亦有報導指出 說當地居民估計 大部分被當局查封的房產 市值都是超過一千萬人民幣以上 當然這個數字有沒有水份 有沒有車大炮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反正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私有產權被充公被剝奪了 原來在1956至1958年期間 當地政府就以國家代管經租的方式 將這些房產徵用了 一直輾轉到2009年的時候 經過當地民眾多年以來的追討 這些早屋的房產證才退出 但是現在一份通告 又是要收歸國有 可以說是好景不償 到底這又是否什麼孤例或特例呢? 其實時間是會證明一切的 若然在往後的日子 接連都發生類似事件的時候 這些當然不是什麼孤例或特例 而是變成先例的 實際這樣去沒收人家的祖屋 對於不少人來說 當然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對於私有產權的保障 產生了擔憂 其實私有產權 絕對不是近現代才出現的經濟學概念 比如在進書裡 曾經紀錄過私產這個詞彙 又比如在詩經裡的其中一句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這句說話正正就是體現了什麼叫做家天下 即是說 陷世界的土地都是屬於王 這個王就不是皇帝 是三惑王的王 因為當時未有秦始皇出現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無論是朝廷的臣子也好 下人也好 奴彼也好 那些人都是皇上的家臣 人都是皇上的私產一部分 當然這就是古代封建社會才有的概念 人作為私有產權這個概念 一直到近現代禁止了奴隸奴賓的買賣 才是取締了 在古代的時候 私有產權是靠什麼來保障 就是靠武力 就是靠槍桿子 無論是中原的王朝也好 非洲的遊長部落也好 蒙古的遊牧民族也好 就是靠武力來保障私產 但是來到近代當然不是 因為大家都要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私有產權要靠什麼來保障 就是靠法治 所以法治就是資本主義的基石 若然這個法治制度遭受到破壞的時候 私有產權也肯定會受到波及 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 你在世界上不會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無論是一個社會的政治權利 或者是其他權利受到剝削的時候 而私有產權可以長期完好無缺 在早十年八年之前 有不少知識分子 或者評論人 都很流行一種論調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一定會記得 這些人會說 中國會先推行經濟改革 當經濟改革發展到一個相對成熟的程度 政治改革便會無可避免地隨之發生 到時候便會變成 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兩條腿走路 但是我們官乎大陸在過去十年八年的軌跡 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這些知識分子或評論人的推斷 是錯誤的 他們太過理所當然地去想一些事物 他們就假設在上位者 會願意把權力下放給人民 但是官乎大陸在過去幾年的發展軌跡 大家都會知道 這種情況根本上不會發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政治改革似乎不會出現 那怎麼辦呢? 其實大陸過去幾年倡議的國進民退 已經是一個最強烈的訊號 當經濟改革到了平頸的時候 怎麼辦呢? 大陸又不想搞政治改革 唯有在經濟上退一退 就是國進民退 本來當大陸討論什麼聖資聖社的問題的時候 鄧小平確立了一件事 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其實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有些外國的經濟專家 就會認為這個其實是國家資本主義 是遊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我也同意這種說法 但是發展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搞國進民退 他不願意下放權力 那已經是一個最好的答案 其實大陸有好一段時期 都是沒有私有產權的 在什麼時候才出現什麼私有產權 商品房這些概念 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有 但是如果大陸決定 不再進一步開放市場 不再進一步來搞經濟改革 不會將中國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的時候 那這一堆的概念 那個下場將會是怎樣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至於香港的情況又怎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未去到一個這麼惡劣的景地 只不過春光水暖就鴨線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這樣來賤賣的宿舍地皮 那又算不算是其中一個訊號呢? 又或者葉劉自稱 在山頂行山徑那處 見到大量豪宅急售割駕的廣告 這些又是不是訊號呢?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